各位市民一聽見工人運動的時候 近來我們最關注的一個就是碼頭的罷工事件 我們都會看到在這個罷工裏面 有很多工友都參與到其中 而且這次的罷工是有很多社會各界的支持 之後很多工友其實都有參與其他的社會運動 譬如之前六四學聯的同學仔絕食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有很多碼頭的工友去探班 這件事似乎都啟發了我們一些工友 對於如何在香港安身立命 除了公運以外我們可以怎樣去參與社會 就有很多啟發 這裡我就想邀請我們的工友代表阿陳 就跟我們講幾句 謝謝大家 各位好 裏邊庭先生說得很詳細 說了很多我以前未聽不到的東西 就是原來這麼黑暗 我作為一個碼頭工人 其實碼頭的紛爭其實都不少 折疑填衫 但是是這麼大型和時間這麼長都是首次 我也覺得是有些意料之外 我講不到很多大的道理 我只是講碼頭工人這麼多次紛爭 為什麼都是要爬工才能夠爭取到些微的東西呢 這裡是十幾年 十幾二十年的經驗 就告訴我 就是自己的未來 就是要靠自己去爭取 為什麼要站出來找自己的職業去做好處呢 事實上如果我們不走出這一步 脂肪是不可能會答應你任何要求 從底下開始到四十人 它都是很困難的 那回頭一想 兵符三尺 非一日之河 就是說 碼頭工人 除了碼頭工人之外 其實我們香港很多大行業工人 比如建築界 都是受了不少的壓壓 你想當年十幾年前 做苗做 不做你就走 就是完全是沒有話語權的 沒有話語權 想說大聲一點都不行 但是實際上 這麼多年來 實際上是忍無可忍 實際上是 不可能再生活下去 從工作上和待遇上 都是三生壓迫 那變了 就一定要是 經過這麼多次 經過這麼多次經驗告訴我們 就一定要是 自己爭取自己的迷惑 那 回頭一想 其實我們覺得 我們雖然是 這麼多人罷高 還是 很多時候都是在風雨之中進行 但是比例在李和陽先生 在大陸來說 他連生命都不普 那其實我們已經是 是 是好很多 只不過都是 是熬通熬雨 不至於 連生命都沒有 那在 就是 回頭一想 那他們都是為了自己 的未來和幸福 而已 為何會得到 這麼慘痛的下場呢 那我真是覺得很不明白 是吧 是 很多人都 一說出來 小時候都明白 你 你不要對等 沒有話語權的話 你根本就 沒有 沒有出聲 沒有 沒有 有什麼 得到的 所以我覺得 我們 我們 香港工人 對比李和陽先生 我們覺得 就是 起碼我們能夠 有 這個權利 可以 出聲 而 不知道 連生命都犧牲 我希望 如果是工人的話 應該都是以後自己 努力 自己去爭取自己的未來 我是說這麼多 謝謝